星空浩瀚,老师请现场演示一下反手如何接好测上拳 今天可以演示,今天有人可以示范 接测上拳呢,首先第一点,你这个在处理球的时候 接测圆球的时候呢,首先第一点 你不要怕下网,所以你的判断要准确 测圆球呢,你尽量的往前多压一点 再一个把这个弱点判断好,对吧 方向要判断准,比如说正手的发的这个什么 发的左侧旋球,对吧,正手发左侧旋球 对吧,你如果在处理的时候 你的方向接的不对,你往右侧多了 这个球是不是从这边出界了 所以你稍微的向前倾压一点 对着这个方向,对着它正手发的方向 在接中测圆球的时候,注意 如果是到底反手位 你可以看到我刚才在接的时候 对身体有一个测的动作 我测的时候呢,是跟随球挂弯的这个方向在测 比如说这个球,正手发的左侧旋 是往这边挂弯的,对吧,这边爪弯的 那么我就接的时候呢,你不能这样去接吧 你不能顺着它的方向去这样接 那你球不都打开了吗,你很难 把弧线控制好嘛,所以我要顺着它的旋转 把这个线路让出来,让出来,去这样接 它这样挂弯的嘛,我身体就这样要接 你才能打到直线,对不对 如果这样挂弯过来,你没有把球的线路 是吧,你要挡住它的线路了 比如说我这样去接,这个球很容易就飞了 把这身体都控制 再一个板形的控制 板形在控制的时候呢,也是一样 把这个球的线路要让出来,去接 你如果不能去迎着它 迎着它去拉 也很容易持旋转 我们在摩擦的时候呢 不要迎着球的方向去接它 挖过来一点 去控制,就更好 好